音樂 各位同學大家好 在這個單元我會跟各位介紹 連續時間負率極數的平移的性質 所以在這個單元中我們會討論到一個訊號 如果在時間軸上做平移之後 那它對應的負率極數的係數的變化 會是怎樣的一個結果 首先我們先複習一下負率極數跟它的係數 AK之間的關係 我們會用X跟AK 然後用雙箭頭這樣的形式來代表 X跟AK他們是對應的連續時間的 周期性的訊號跟它對應的極數 這個係數的關係 那這個關係呢我們用下面這一組公式來表示 就是這個連續時間的周期訊號 可以用AK乘上Exponential的Jkωt 然後這無限多項把它加整 總和之後所得到的結果 就是這個連續時間的這個周期性的訊號 那這個係數呢 怎麼求就是把這個 周期性的訊號乘上 Exponential負的Jkωt之後 然後積分一倍周期 再除以這個周期所獲得的結果呢 就是對應的這個K的 這個周期性的這個訊號的係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 訊號如果在時間收到平移的話 會是怎樣的一個關係式 如果你把它往右平移 比如說三個單位 那你等個訊號呢 就會往右移動 然後單位如果是3的話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會寫成這個時間是T 減掉3 這樣一個函數關係式 同樣的 同樣的如果你是把它往左平移 比如說兩個時間的單位的話 則整個訊號會往左移動兩個單位的時間 那我們寫出來就是那個時間N去加2 那這個情況呢 在左邊這個例子我們叫做延遲 它是往右移動 但是它是比較慢出現 所以我們叫做延遲 那右邊這個例子我們叫超前 它是往左移動 那意思就是還沒有發生 時間還沒到 它就先產生了 那這種叫做超前 那這是在時間軸上平移的一個操作模式 那也就是說我們會在這個函數裡面 會有一個時間 然後加減一個長數值 來代表這個訊號是延遲或是超前 這種在時間軸平移的一個特性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時間軸平移之後 它的負利液極速的係數會變成怎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假設我原來有一個訊號x of t 那軸極是大T的話 那它對應的關係它的係數叫做ak 那x of t跟ak 我們用下面這一組公式來表示 那這一組就是所謂負利液極速的公式 這時候如果我有另外一個訊號 它是x of t-d 就是往右平移時間d 如果d是正的話 或是往左平移時間d 如果d是負的話 那這種在時間軸平移的這個x of t-d 那它對應的負利液極速的係數 如果叫做bk的話 那bk跟ak會有什麼關係式呢 它會等於原來沒有平移的這個 數列ak 去乘上exponential的jkω0 括號負d 那前面這個jkω0就是一個標準式 那後面多了這個負d 代表意思是說 它的時間軸上平移量是負d 這樣的一個意思 以後這裡是負d的話 後面這裡也是負d 所以d如果是正的話 那比如說正3 那就是負3 然後後面這裡也是乘上負3 那d如果是負2 那負d就變成正2 所以後面這邊負d又變成正2 所以這是一樣的一個數字 好接下來我們看 為什麼它會變成這樣一個關係式 同樣我們根據所謂的 負列級數的係數的公式來推導 那也就是我們要把這個s of td 帶入這個積分的式子 那我們看看這個積分之後的結果 跟原來的這個時間的 這個函數的係數會有什麼關係式 首先我們先針對這個t-d 我把它令成s 一個新的變數 那d把它移過去 所以t就會變成s加d 所以這裡面的這個t呢 等一下要代成s加d 再來有一個積分 所以這個t對時間的積分 底t呢就等於底s 那個d是一個常數項 所以是不見了 好所以這個底t呢 等一下就要代底s進去 好那有了這三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把它代一下 所以這個s of t-d 就會變成s of s 然後那個t的地方變成s加d 那底t的地方變成底s 那那個積分區間呢 還是一個大t 因為底t跟底s是一樣的意義 好再來是這個d 這個d是一個常數項 跟這個積分的變數s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提出來 那提出來就是exponential jkωd 然後後面這個積分是保留住 好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那你注意看後面這一項 t分之一 然後積分一倍周期 x of t 然後exponential-jkωd sds 這項看起來很相似 這個其實就是x of s 它的係數就是ak 所以整個就會變成寫出來 是前面這個指數函數 後面乘上這個ak 那所以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vk呢 就等於原來的這個ak乘上exponential-jkωd 因此原來這個ak對應的這個 周期性的訊號叫做s of t的話 那你把s of t平以一個時間d的量 然後對應的這個係數叫vk的話 那這vk呢會等於原來的這個ak 乘上exponential-jkωd 那特別記得這個負d跟這個負d兩個量是一樣的 剛才提到說如果d是正的 比如說3的話那負3 那後面這個也是負3 那d有可能是負的 如果是負2的話 那負d就變成正2 那後面這個負d也變成正2 所以這個是如果在時間軸上做平移的話 那之後所產生的這個負d極數的係數呢 等於原來沒有平移的量 再乘上一個指數函數 exponential-jkωd 然後乘上那個平移量的數值的大小 好以上我們就針對 如果有一個時間軸的一個訊號 你在時間軸上平移之後 那它所產生的這個負d極數的係數 跟原來這個負d極數的關係式進行推導 謝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大家